主演大人 奴婢真的没有碰您的钱袋 您约到奴婢了 奴婢成交变 需要你进过我的房间 我钱袋就不见了 你一个低级婢女 是本思言代发慈悲给你几个东西 你就是这么过来 主演大人 奴婢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啊 把我的火箭拿过来 那够都没有 温子玄 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这么跟我讲话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偷的 什么他偷的 就是他偷 再说了 钱带丢了 我总得找个贼吧 江总管到 江总管生夜到来 也不差人通知努力 贵妃娘就用了你们上兵局的散言法 却烂了脸 贵人种子的脸 你们几个命配得起 给蓝贵妃的养颜粉正是由他调制 说 然后在养颜粉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 我害贵妃 我还会贵妃 养颜粉确是我研发的 但我记得告诉过您使用办法了 难道是您忘记告诉贵妃娘娘才导致娘娘烂脸了吗 胡说什么 说闭嘴 看来是想向娘娘邀功 但却忘了不成 行了 那就 将这屋子里的所有奴婢都杀了 也算是向娘娘 赔不是 大人且慢 目前最重要的是娘娘的容颜 奴婢有法子 让娘娘恢复如初 你确定 奴婢用性命 为姐妹们求情 如若无效 杀奴婢一人 给娘娘赔罪 有点是 但娘娘的气 总得少个人撒吧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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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喂 喂孙总 那个 我不是演了三集吗 怎么 我第一集就死了 没问题啊 演的不错 要不是你跟我们姚姚打戏 我们姚姚的戏不可能这么出财 我知道我是个反派 但是反派又是太蠢了 他就显得剧情太平了 而且逻辑上也不通啊 观众只在乎女主 就是我 温子玄 一个恶毒降致女配 删的都删了呗 大家说 我删的 的 一个恶毒降致女配 删了都删了呗 观众只在乎女主播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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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正在翻唱嗎 他怎麼了 鬼 他 我不是死了吗 我不是死了吗 我该不会是穿越了吧 练习才穿越 可我拍的不就是不练习吗 我懂了 我穿越进了自己的梦里 那在我自己的梦里 我不是想干嘛就干嘛 温思妍刚上任就得娘娘赏赐 以后可是要对主子请心尽力 谢谢娘娘恩赐 你这是在 慰赂我 岂敢 江总管刚正不讹 救了战功局上下 奴婢理应孝敬 这话说的 我若不收便是不合适 收下吧 江总管给大家分赏赢了 呦 都在呢 哎 学位你疯了吗 放开 你等会你去什么没逗你呢 不成啊 啊不对 现在还在戏里 江里 江大总管 你这太贤演的主事不错 细皮嫩肉 一副臭脸 很符合后宫延望的人设 现在是在我的梦里 你的戏我要改 你得一个什么劲啊 不就有人给你撑腰吗 戏这么烂 还敢自称演员 学位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即使我是一个反派 那我也是有血有肉的反派 文子玄 别以为这个赏赐 你就是私研了 你知道上风局怎么管理吗 你知道现在这个工程都需要什么素质吗 你知道化妆品的比例怎么配吗 除了你拍子你还知道什么 啊 你有编剧给你加戏对吧 对吗 你的cp呢怎么还没有出现啊 我就不一样 我的cp 出现了 咱俩没有感情戏吗 管他什么逻辑 提前让观众 咱俩没有感情戏吗 管他什么逻辑 提前让观众 咱俩没有感情戏吗 提前让观众 咱俩没有感情戏吗 你看咱那个电视剧了吗 第二集什么意思 我学微微又活了 外子玄丝严的位置没做热又让我给抢回去了是吧 你怎么都知道啊 我还抢了你 强行跟你组cp呢 那是什么营物出吻啊 小妖子别生气 生气会打着门的 他把我的戏全抢走了 我才是女业 我辛辛苦苦拍了四个月熬了那么多大爷拍的 现在网上考虑的全是打根本没人看到我 抢什么吻 这是我的一个梦 你在家等着啊 你我现在马上过去给我开门 刚刚才得给你给乙龙涛一下 原一般见识 风沙不就完了吗 让他认错就是了 风沙是不是太过了 谁当你发路我就风沙水 怎么给咱俩姐一会了 你问我我为谁啊 这放的东西咱都没拍过 而且我的屏幕戳也没了 你说的好像你吃亏呀 那我也没体验过呀 什么体验 没讲过是我知道了什么 这上面放的跟你走的说的剧情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楚昌 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事情 可能会震随你的相关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是不是穿越了 你是不是穿进落里剂 改变了剧情 被我杀死的你从秦明跟塔树来 然后复活了开启了整个复仇模式 你怎么知道 二十年穿越小处的无性自来 不过穿越都是有条件的 你对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发热 散发金光 通体清明了 没有 那你是怎么退的 是睡觉 啊 我不在乎你是怎么抢我戏的 但是我可以让你消失 我也跑会给你多结的 转行干点别的吧 就当给你的后路了 毕竟以后一切不了戏 谁啊 戴瑶 干嘛 封杀我 封杀你 已经封杀了 那怎么办啊 微姐 停 不要打断我私路 别说话 哦 你是不是想要了解清楚戴瑶所有的行动 现在和他人物关系 然后再次进行穿越 穿越小说明有点东西啊 来帮我分析 现在呢 剧情马上就要发展到了戴瑶 也就是温子玄 马上就要找到你藏起来的遗物 这名预配呢 只叫了关键人物林林峰 林林峰是戴瑶的CP 也是洛丽剑的男女 在男主的帮助之下 他们闯逗了真正的凶手 二人也就 远走高飞 中城眷水 剧情 结束 行 你刚才说的什么东西 我说的是三集以后的剧情 那我要怎么改才能活下去 我只觉得主角公安过去相当 你现在需要阻止他找到他解决的遗物 这样他的主线剧情才不会被推进 你才能活下去 行 那就怎么改 你要怎么进去呢 睡觉 啊 睡觉 八点就开播了 我还要一个小时进入睡眠状态 还有十分钟就到八点了 我怎么都睡不着 怎么这么兴奋啊 我像满脑子都是你说的 学生气越来越兴奋 我还以为只是意识冲动 况且蓝贵妃的容颜也并未受损 上空局正值佑人之计 还就江总管网开一面 放过他吧 你的面子是几个钱 说 你到底用了什么样法 死都死了 还能活吗 我的天 这什么奇怪剧情 就按这样的发展 我们怎么才能活下来啊 别说给戴瑶加起了编剧了 跑来无编剧都没法圆吧 江总管 我不是活过来了 而是我根本就没有死 是我承认是我要抢攻 按照上空局的规定 只有私言还可以进入蓝贵妃的寝宫 两眼粉是我徐私言去送的 也是我忘记告诉蓝贵妃使用方法 但是你温子玄记得使用步骤吗 剧本里根本没有写过使用步骤 就是他的一句台词而已 而我为了贴近人设 早在拍摄的时候 就把上空局的胜利 没有被台词发现出来的东西都研究透了 不知道对吧 是不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应该怎么用人 哼 我知道 我 说 不走 江总管 我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 这死太监 现在肯定在想 他已经收了温子玄的银子了 那么多人都看到了 如果他今天杀了任何一个上空局的人 都会落下高手 江总管 是奴婢管教手下不力 但好在娘娘容颜安好 我等今后还要继续为娘娘效力 今日多谢江总管提点 死罪革命 活罪难逃 要不然这宫中的规矩 就坏了 许四眼啊 是你自己料理家事 还是我来忙 不劳江总管费心 温子玄的主角 温儿会想了 你现在需要阻止她 找到她姐姐的遗物 这样她的主线剧情 才不会推进 你才能活下去 我把温子玄姐姐的包袱扔了 那她的主线剧情 就推进不了了 我 要在这里 撑绑撑绑 哈哈哈哈 想到千二一就会封杀我 那可真是痴心浪想了吧 姐姐 对不起 我来陪你了 姐姐 我来陪你了 对不起 哎 麻烦您解决了 我又可以没所以为了哈哈哈哈 哎 那接下来本思言干净什么好呢 咱们干脆大胆一点 皇上弄下 当个女王试试 哈哈哈哈 我回答过了 我回答过了 我回答了 学学习 那有什么鬼 那口井 井怎么了 昨天紫玄姐挑井了 结果今天还有好端端的回来了 您说这井是不是被施了腰法 先是您挑进井里 死而复活 又是紫玄姐活了 她会不会已经拿到了她姐姐的包袱 拿到包袱就意味着 她的主线剧情会继续 如果继续 我岂不是很危险 不信姚呼传姚 等我去调查一下吧 是 我姐姐的死与你有关对吧 你姐姐的死 你在胡说什么啊 你的钱袋 为什么在我姐姐的包袱里 钱袋竟然在这里出现了 还是逃不过主线剧情 他进入主线乘网城吧 我就惨了 怎么办 时间那么短 我根本没来得及看接下来的剧情 我必须得回去 你 根据我的推断 穿越的媒介应该就是那口锦的 对 准备错 啊 啊 啊 我怎么还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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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我缜密的推断 穿越媒介入我们是那口锦 那就只能是我和焦影见过的 �线 这儿睡眠这样可以呀 秒睡 我 我 江总管您的午膳已经备好了 需要差人给您送进来吗 不用了 我一夜未免 没有打扰我吴兄是大人 大人 我说了不要打扰我 不想要脑袋了吗 奴才该死 是上宫局的宫女 这么快就告状到江宇这了 来吧 我得抓紧回去 臭太监千万别见她的 拜托了 你在我屋里候着 不要让任何人犯我 是 说来我房间目的是什么 我这屁 什么屁 我我是说 我想给大人送一双靴子 但是却不知道大人的尺码 我又想给大人一个惊喜 所以我就走到大人的房间 偷偷量个大人的尺码 嗯 来我床上 送靴子 放什么狗屁 说 到底什么目的 我到底说点啥子啊 为什么什么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谁知道我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这太扯了 你要扯你老存说了一万遍 啥子才行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男人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 你换哪天 感人 好感人的故事 此时此刻 他一定感动到箭落地 然后失声痛苦抱紧我 然后我就趁机 我不是个男人 啊 就是这样 又亲上 又亲上了 徐伟伟 你不会是想亲我所以才设计他 这样子 不过你能理解啊 像我这样的帅哥 谁不想亲一口呢 嗯 毕竟我也是个通行大理 平时跟我说就好了 那 其实 学威这个人吧 也都特别好 不管洗礼器外呢 都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温柔 善良 解定 善解任意 请了 不是 你们还要去 我是不是担心你们好吗 没几 现在温子群的主角光环特别强的 你以这个小散派的身份啊 还是压不住的 所以说你现在 需要找一个强力的靠山 才能让你活命 靠山 这个强力的靠山呢 就是可爱有迷人的反派角色 姜宇 姜宇本来是个男人 但是他表在我面子 愣是把他改成一个态度 那姜宇用什么方式合理的留在宫中 武陵秘籍 接下来呢就是这些剧情了 哇 柱城这小子咋的也太狠了 好死我了 姑姑您是宫里的老人了 是否见过这位玉佩 没见过 姑姑您再看看 真的没见过呀 糟了 这婆婆肯定会告诉他 线索指向林林峰 那么下一步 温子玄就会找到林林峰 又会回到主线剧情了 那我的小命 不行不行 她没有做事了吗 姑姑 林飞的相公送去了没有 呀送去了 还有你 温子玄 蓝卫飞的脸是否带跟进 可别毁了我上部局的名声 知道了 好 我必须阻止他 这婆婆时早会想起来 约配是属于林林峰的 必须看在他之前 可是怎么样才能见到林林峰呢 毫无头绪啊 算了 还是先搞定交易吧 总管大人 属下多嘴 你为何要放过徐四言呢 我总觉得他 怪怪的呀 那个女人死缠乱短 以后躲着点就知道 是呀 有话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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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该怎么跟他说 寻找我公秘籍的事 好说买他来保护我呢 徐四言 这是在想对策吗 啊 啊 没有 没有 原剧情温子玄拿到了玉佩 接下来的情节 又是皇帝要举办家宴了 那肯定会派人来啊 想到了 江大总管 有话慢慢说 我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先知 我很好奇从你嘴里还能编出什么样的屁话 马上皇上就会派人来通知你 安排兰飞参加加业的事情 看你能有什么神动 不信你就等着吧 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开金手针可太爽了 敢说话招 看不上 江与戒指 皇上要待明日与办家宴 有请兰桂飞到场 遵旨 陈伟伟 陈伟伟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说了 我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先知 你的武功命迹我会帮你找到的 你说什么 江宇从未对任何人提醒过武林匹 这些事情 导演也拍摄过他寻找武林匹籍的镜头 按照基础人设在剧情中的影响 江宇内心一定苦苦挣扎 所以 你要以此为理由 去逼他 危险的 到底什么来了 我说了 我是拯救你的先知啊 那你倒是说说看你知道些什么 看看你那些秘密 能不能保住你这条小命 不行 这样下去我得死 你换个道路 杀了我 连到死都是个太监 本来就是个太监 我死了 也还是个太监 如果 如果杀了我 你到死都找不到秘籍了 你天空就是要找秘籍的 我不是你的敌人 没有要跟你做对的意思 反而我可以帮你找到秘籍 我们可以合作 如何合作 有希望 我 之前在宫中得罪了那么多人 我势单力薄的 急需一个人来保护啊 你是在 向你失落 可不吗 江总管捏死我 就个捏死一只蚂蚁那么不容易 嗯 你 那个是什么意思 啊你是说我亲你啊 身为女子 还是 自重为 哈哈哈哈 哦 今天本其实是 我自创的一种 内功修炼心法 它可以使你体内的查克拉流动 从而增强体质 丰厚内力 等我们找到秘籍 你练起来 也就更加得心一声 荒调 哎 你是答应我了 搞定 这场戏很关键 这场戏是温子权发现的 包图里的玉佩是属于零零峰的 然后在亭台利用玉佩 勾引零零峰的重要条件 而零零峰是本片的男主 回到处境的温子权 一个任务就是干掉 所以一定不可以让她玉褚相遇 阻止不了设定 你就必死无疑 这么看 估计很快就知道是零零峰的了 我得结束新登啊 姑娘 可否看下这块玉佩 是卫大哥对我这玉佩感兴趣 像急了我丢的那块 要上当了 要上当了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 既然这块跟你的那块 长得很像 不如你先拿回去做数 都在宫里当差 丢了贵人主子的物件 可不好交代 丢了就是丢了 姑娘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 这丢了怎么成 丢了怎么怎么不成啊 这块玉他隶属皇家 丢了可是要掉脑袋的 我妈是师皇良的为皇上办事 知情不报可不太好吧 放心吧师位大哥 这事我没收出去 我陪你再找找 这一配已经丢了半年了 就半年了都不找了 师位大哥当时还真用心啊 这是个意外 意外 老师皇上知道是意外 会怎么重置 都是打工法一把 我妈的仇 谁呀 你怎么出来 我像傻子一样 苏苏你要不还是跟我解约吧 你去徐薇薇吧 他现在热度这么高 碰他比扑我容易多了 本来一个大女主证据 被他改成了女配恶搞女主 具体被改成这个样子 活动都成了一个笑柄 苏苏都在骂我 还不知道明天热送什么样子的 我得回去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好香啊 好香啊 小娜 刚才这饿着我呢 林天空已经被你忽悠瘸了 谁知道陆离近男主是个笨蛋帅哥 看起来呆呆的还那么好骗 所以说男人不能只靠脸 还得靠脑子 那香雨呀啊 没什么 上菜 可以呀 你这么会烧菜的 很小的时候就去国外了 那一会不太喜欢吃西餐 所以就自己学做饭 做了这么长时间了 水瓶也差不多等于是 称霸摊机了 那我不是很有口福 想不想天天这么吃 去吃喝去吃 你如果收留我的话 第一 我可以帮你分析剧情 第二 我可以守护你的梦境 毕竟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你睡着了 被人打扰起来 会发生整个事情 所以你就想赖在我这 长久 我可没同意啊 孤单瓜地公主也是不合适 哈哈 美姐 我其实没地方去了 你也知道 我一直挺想做演员的 但是我爸妈都 不太支持我 前两天跟他们大吵了一下 他们就不让我回去了 你要是实在不同意 我也不勉强你 我就 每天过来 守着你 等你醒了之后 我给你烧顿饭 你吃完我就走 别不吵 明天 给你做水煮鱼 哈哈 我 我 没有错试过了 能确认白不安心吗 完全没问题 顺道就发现 接下来的原句集在这里 两肥伤斗 温子玄为了接近零零峰 去给零零峰的亲姐姐 也就是灵飞进行装容改造 不巧研磨腌制的重要矿石丢失 温子玄巧用玉花云的花瓣 制作出了更加心腹的胭脂花水 灵飞经过温子玄的改造成功 获得了皇上的信赖 当晚就被翻了牌子事情 然后成功怀上了容忍 从此温子玄深得灵飞信任 林凌峰也对她动心 一个胭脂水就把皇上信任 皇上也太容易被信任了吧 眼睛不要打斗 我们往下面 等一下 兰飞呢 不是两飞争动吗 兰飞不这儿呗 这就是你的切入点 不要忘了江雨是属于兰飞的 如果你能顺利得到兰飞的赏识 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把关注点从林飞转向兰飞 这样我就集结了所有的反派 反派联盟成立了成立了 你 进那儿咋 我准备好了 我 这 这什么 这 这什么新特论 你喜欢听故事吗 讲故事红小孩呢 这个故事呢 你一定会非常爱听 不是能有效吗 要不我还是把转来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这个故事西伯利亚中 普宗的老头都听你了 能不能换你去 你先听我说完吧 这个山和庙呢 并不是普宗的山和庙 庙里呢 住的也并不是老和尚 这个庙里住的呀 是一个大魔王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大魔王 有一天呢 公主从她的城堡里逃走了 她走了好远好远 走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山上 记住正事我要见蓝贵妃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刚才的不理行径吗 不打算要你的武林秘籍了吗 既然按我说的错 身为伤工具的思严 想要见蓝贵妃娘娘 并不是男士 但是你要见她做什么 改头换面 叶雅真风 娘娘喜欢紫色 在黄氏 紫色是仅次于黄色的高贵颜色 其他嫔妃无限享用 这黑子黑子的反派反对太明显了 说什么 哦 我说娘娘这儿的装修挺考究的 一会儿见到了娘娘 不要乱说话 省得掉脑袋 停下 娘娘 这位是上宫局许思严 有没有记性的 本宫从不用宫里的化妆师 本宫的化妆师都是本宫母国的高级化妆师 退下吧 奴婢有十足的把握 能让娘娘在宴会上咽压全场 哦 就凭你 一个上宫局的小小丝严 奴婢自知不能与娘娘宫中的妆娘相较 但奴婢会使出浑身解数 使娘娘增光天才 上次那瓶养颜粉害的本宫三天都没有出门 这一次本宫凭什么相信你 所有的装品 奴婢都会先在自己的脸上示好 再为娘娘试装 你要为本宫试装 奴婢对自己十分有信心 本宫要的是万无一失 罢了 退下吧 本宫也不想出什么新花样 像如今这样不出错就好 娘娘难道不想在宴会上赢过林妃吗 大胆 林妃也配跟我点 个细子 整日的搔手弄姿才使得皇上带她回了宫 果然还是嫉妒心最好用 启禀娘娘 此次林妃在宴会上准备了西凉乐舞 商工局上下已经在赶制皇山玉带 此次林妃还是要抄群绝伦 抄群绝伦 那也得看本宫搭不搭眼吧 接下来请娘娘完全的信任我 相信我 传言 徐伟伟 你知不知道紫色是尊贵的颜色 怎么一点都美了 娘娘天姿过人 根本不需要靠颜色来彰显定 就算是着素衣 贵妃娘娘的气场也是无人能比的 小子儿挺 联赏吧 谢谢娘娘 一人一半 我又没做什么事 我们是联盟吧 温子玄下一步要采摘鲜花做胭脂水 打算以液体胭脂夺得人费好感 那我把花都采了 还不就没有原材料了 还做个什么胭脂水 这儿的花呢 花呢 这儿的花呢 这蓝菲呢 蓝菲去哪儿了 哎 不来也好 哪总是一身紫 紫眼睛紫眉毛 让人看得心烦 参见皇上 哎呀 爱菲 来来来来来来 哎 坐坐坐坐 爱菲先生打扮 让朕呀 似乎又回到了初次见你的时候 那时候的你呀 就打扮的如此亲心可爱 让朕一见亲心呐 难得皇上还记得与臣妾的初遇 臣妾打心仰与高兴 皇上 臣妾祝皇上心想事成 好好好 来 我记得 兰妾是能喝酒的 陈一起喝一杯 皇上 我敬您 好 嗯 臣妾再为皇上敬一杯 好 再来再来 啊 学位 挺有你的 皇上还真的选得贵妃妮 娘娘本就生的美丽 而且 人嘛 总是会怀念过去美好的事物 尤其是 尤其是初恋 没有男人 不怀念自己的初恋 江总管 说说你的初恋呗 我看你们还能笑多久 我看你们还能笑多久 你还能笑多久 你会这样 还能笑what 你也会 你会在家里 吧 賞你一間大屋子住得也舒服 謝奶奶賞賜 那奴婢資歷尚潛 還得在上風局多歷練歷練 只要奶奶需要奴婢 奴婢隨叫隨到 小滑頭 對了江宇 以後薇薇可是我的人了 要是有人欺負他 你可得替他出頭啊 遵命 謝謝老闆 什麼白 謝謝娘娘 娘娘最疼的地了 這麼快就取得了南非娘娘的信任 這個徐薇薇不簡單啊 江國官 把你點信給我拿回來 徐薇薇 你再說一遍 你忘了 娘娘叫你好生照顧我 把你點信給我拿回來 娘娘說過 有人欺負你我就替你出頭 說說看誰欺負你 江總管 你放桌上就好 不要以為在年頭面前賣怪 就可以騎到我頭上 我想要夢死你 比夢死一直藏意很簡單 江總管 我可提醒你 武林密集只有我這道下落 你要是殺了我你就永遠都找到了 你是在威脅 你是在恐嚇我 我說過 有人欺負你我就替你出頭 可現在是 是你在欺負我 我欺負你什麼 不對啊 這怎麼充滿了粉紅色的曖昧氣氛 說說看 我怎麼欺負你了 嗯 這事要幹嘛 不會吧 我不會真的要跟這個抽太盡口CP吧 算了 還是我親他嗎 有一說一 這小伙子我演的真好 這眼神 這動作 這跟年輕的時候梁川偉不相上下 徐維維同事呢 就跟我看你挺有CP感的 咋看咋合適 可不嘛 這清多了還不得有CP感 嗯你就不知道啥子圓房 我剛才的意思啊 我剛才的意思啊 就是 那個 我系好 特別好 我我 謝謝 謝謝 我不是 你開始吧 你開始吧 熱播網絡劇 落離忌中的兩位主演 各種花式接吻 在網絡上收獲了大量的CP粉觀眾 磕CP已經磕到了 吃飯吃 吃吃吃 要不然 先聽自己睡 嗯 吃吃吃吃 啊 你幹嘛 我就是想看看你 是因為血腸 你說呢 你指定是沒血腸 你幫我 老帥 太疼了 講故事吧 有一個小男孩 小時候很懦弱 經常被小伙伴們親 每一次呢 他都不會反抗 直到有一天 突然來了一個身披紅色斗篷 自稱是 集定大勝孫悟空的小姑娘 他救了小男孩 他告訴小男孩 要成為蓋世英雄 而小男孩也受到他的感染 開始學會了自我保護 並且 有了一個英雄夢 這個男孩呢 後來成為了演員 只是因為可以連英雄夢更近一些 順忠 設備已完成 他們設備已完成 他們設備都可以開始 现在设备已经测试完毕了 这台机器可以帮助人类 在电影世界中进行穿越 剧情之所以成了现在这样 就是徐渊威穿越之后 对剧情进行了篡改 既然篡改后的视频可以正常播出 那我的技术团队 也可以捕捉他的视频信号 然后通过这台机器 进入到他的视频中去 然后对他的视频进行修改 怎么改啊 重拍吗 能看到设备啊 你穿上这套维押设备 我的技术人员会对你误会 然后再通过这台机器 实实地传输到他的视频中去 这样 你就成了有思考的角色 可以把他更改的内容 重新修复回来 这么生气 就这几个柱子 这都是好莱坞最尖章的歌迹了 市面上根本没得用 这是当年 一个好莱坞的他导演 为了弥补他的遗憾 研发了二十多年才研发出来的 可剧情被他改的乱七八糟的 我又不会写这本 怎么改 自用号 这不是去年得奖的编剧吗 这位编剧 会实时帮你在剧情和台词上 进行修改 你就放心吧 戴小姐 等你穿越研剧后 就可以开始改变剧情 我们会跟您实时沟通 会协助您进行剧情修改 早到笑语了 如果您进行判断 梦子快被你明白了 我現在就讓他斷了 你 你就是那麼對待 娘娘身邊的大猴人的 猴人 那又如何 姜總管 萬萬不可呀 娘娘現在身懷隆隱 他他身邊危急死複 他不能沒有我 我先殺了你 再去向娘娘請祖 我 我的小命是小 你 你的武林匿急呢 他要不要了 不用 這是你的人設 你的使命你 人設 使命 你以為我會被一個小小的婚女接取信 子萱啊 一會小廚房做的糕點記得拿 那可都是皇上賞賜的 謝謝娘娘恩慈 江羽 你們幹什麼呢 他怎麼和貴妃娘娘在一起 看來帶瑤瑤給我下套 娘娘 您怎麼 誰給您化這麼濃的妝 您懷著龍液呢 徐思言還真是腐朽 誰說懷孕的女人 就不可以追求美麗了 可是化妝品會對龍胎有損 你之前破壞了我做醃製水的鮮花 你以為我就做不出來了嗎 徐思言說本宮現在懷有龍液 不宜圖什麼 他來做什麼 娘娘幾下 大小姐 可以開始了 娘娘的面容真是憔悴 娘娘的面容真是憔悴 本宮懷有龍液 為保腹中林兒安康 犧牲點兒容顏算什麼 你不是效忠於林妃了 跑到我這裡來做什麼 懷胎十月 在娘娘養胎的這段日子裡 宮中將會增添不少顏色 如果得到皇上的恩寵 十個月後 皇上還會記得您 大膽 皇上豈是你這種低賤避免可以妄言的 娘娘不怕皇上 被其他女人佔影 本宮是貴妃 還懷有龍液 讓她照鏡子 把她的臉掰向同鏡 沒有美色 拿什麼沒有種男人的心 退下 準備 還是紫色 才能將娘娘的雍容華歸展現出來 之前被徐恩威篡改的劇情 讓原本是反派的蘭貴妃變成了正派 那麼如果要想讓劇情回歸 就必須讓蘭貴妃變回反派 你以為只有你專業了進來 我戴妖想做的事情就沒有做不到的 我 也進來了 我只是想好好演戲 哪會屬於自己的劇情 劇情 哪來你的劇情 演戲 你也配 你跟萬年龍套演過幾個主演 見過幾個導演 有幾個能讓觀眾記住的角色 就敢說自己想演戲 角色不分大小 用心眼就是好角色 這種心靈雞湯還是留著自己喝吧 這種心靈雞湯留著自己喝吧 記住 記住 這個戲的主角 叫溫 紫 紫 紫 玄 玄 徐四言的意思是懷孕的女人就得面色枯黃 不修蝙蝠嗎 四言是想眉毛娘娘的美好讓別人上位嗎 你 娘娘 你到底是想幫娘娘還是想踩著娘娘上位 比起本事 本宮認為溫子璇更適合做上工具的私演 來人 對 給本宮好好教訓這個見地 我 娘娘 她如此更害娘娘 娘娘說她幾片都已經是人子了 沒吃飯嗎 你放心 我會替你當好這個私演的 江羽 你好大的膽子 你是要跟本宮作對嗎 娘娘您忘了吧 您讓我好生保護徐四言 給我狠狠地打 維維 許維維 寫五眼 臥 我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的 他总是在摸我耳朵 好像在听什么指令 然后我就弄在那了 没事 不管他有什么手段 到时候我们一起解决 搞什么啊怎么照线了 哈啰 各位 赶紧查去 混动 由于徐薇薇信号的丢失无法捕捉 所以戴小姐才被迫下线了 那赶紧把我弄进去啊 我要让他下线 悠悠 咱们先休息一会 我马上就能让他领盒饭了 别生气啊 你看这些守卫 就在难受 你想怎么干 想什么时候干 我都是你说的 为什么他气着 以前都是我亲了姜雨军的回来 今天完全都没用 还好姜雨机灵亲了你 要不然今天 你可能会被火打死 不过他为什么会主动亲我 这完全不符合他的人设 他亲你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他不忍心看你被打 删心发现 他怎么可能删心发现 他今天之前还因为我要亲他 他可要砍我 那就只有第二种可能了 姜雨在闻你之前 脑内突然闪过 你们俩的很多回忆画面 这种情况在影视剧中 只有一种解释 男主角 爱上女主角 学伟 姜雨爱上你了 学伟学伟的早这么说过这几 这样 我上药啊上去上药去 来我先给你上个解释 嗯 你你 你你 你是说姜雨爱上我了啊 你看他看你的眼神 你抱着内角一个紧啊啊 都忘记自己是个太将了 没事吧 姜雨就是你你还跟自己交上钱啊 那能一样吗 你喜欢他吗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对剧里的人物产生感情 英系生情日久生情都很正常 哦 那你赖在我家时间跟我日久生情 嗯 啊我是你的专业剧情参网 你也答应过我啊 要帮我改人设对对啊 真真知道 亲他 不对啊 你这次 你亲他不好是 只要他亲你才能回来 那下次呢 下次下次呢 那岂不是要原房你才能回来 什么原房啊 这古装言情不是古装自情啊 何山药 我以后没说 是不是有这个可 我怎么掉粉了 有了不是 十万主角是要反派应该的呀 为什么都在骂我啊 这就是时间 嗯 再说到这边有什么东西 再买呗 下一期 你干 下一期 我涨粉了 涨多少 三十万 或者泥汤 流量康爱啊 低调 嗯给你吃俩我吃一个 你吃俩我吃一个 好 你上一句说什么 嗯 你上一句话 你吃俩我吃一个 别别别 Rengan 我帮他也听 喂 你现在 怎么穿都是个死局 也没有想到什么很好解决办法 你要穿进去了 代表肯定会杀你 可是我要不穿的话 姜宇怎么办 姜宇只是个剧情人物 你万一死在里面了 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但他救了我不能不讲义气 喂 你不信了 希望我走到 今天就是他徐薇薇的杀精致 代小姐不用代谢 按照现在的剧情推进 杀了徐薇薇 简直是一人翻唱 所以说每天都要等到八点 开播徐薇薇穿进去之后 我们才能进去 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这一集徐薇薇他死定了 以后代小姐主要负责恢复剧情就好了 快点 大胆 快给本宫抓住这个贱婢 账婢 娘娘且听奴婢辩护 还有什么好脚便 你闭嘴 娘娘且照照镜子 你闭嘴 温子玄 这是怎么回事 特效呢 赶紧加 怎么加不上去 系统出现了固子 还不赶点查 什么情况你不清楚 你没为娘娘做妆前打底就开始上妆 导致娘娘的脸经受不住化妆品的覆盖 不出一个时辰妆必然斑驳 认为上工局的人 你竟然连装剪打底这一重要步骤都不清楚 怎么可能 大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穿越进来的 但这里是剧情事件 你刚刚的所作所为正落入了戏剧的冲突陷阱 原本你是主角 但你却做出了反派的行人 按照戏剧模式主角光环就会落在我这边 反转也一定会在我这边出现 刚刚的桥段不管我说什么都会成为现实 欢迎来到 剧情的世界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有 你有人在帮你对吧 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规矩 现在这是我的世界 我是不会让你把它变成蓝天的 温子玄 你活腻歪了 敢在本宫的脸上肆意妄为 来 拿下 徐威威每次穿越现实世界都需要和江远接吻 而且她已经告诉江远关于武力秘籍的事 也就是说在剧情世界江远已经恢复了男人的身份 根据江远的人设她不会说谎 既然除不掉徐威威 那就先除掉和她帮手 一个假太监却在后宫挡着碎 这绝对是死罪 江宇 你这个假太监还要装挡什么时候 我确实是个男人 假太监 你不要害我 后宫里怎么可能允许男人出现 死罪棒啊 我终于拿回自己的人生 死他已经终于下线了 死 这样的话将与彼此不一样 我愿意接受一些什么 你忘了我说这里是剧情世界 你刚刚的行为被称作 二次反转 这个二次反转的剧作功能呢 就是为了让剧情更加精彩 而你这么做 只会让温子玄往反派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哦 而且 没有看过江宇之前的人设吧 是陛下让他隐藏自己的身份的 不出意外的话 三 二 一 皇上驾到 爱情皮顺 谢皇上 陛下赎罪 臣妾面容憔悴不宜面胜 朕与爱妃相伴多年 如今爱妃的肚子里面 又怀有朕的龙子 朕怎么可能让你时时刻刻的保持光绝亮丽呢 爱妃的身子 才是朕最挂念的啊 江宇啊 你这是怎么了 陛下 江宇是假太监 哦 哈哈哈哈 所有的人 都给朕听好了 江宇 是朕的救命人 当年朕还是王爷的时候 被人刺杀 多亏了江宇 朕 才免遭毒手 为此江家 还被灭了门 朕 对不住你们江家呀 为了保留江家 最后一点血脉 朕 让其隐藏了身份 如今朕 已经继承了大口 哈哈哈哈 让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太监 也实在是委屈了你啊 现赐你为御林军统领 你可愿意啊 臣 遵旨 好 哈哈哈哈 为人 退下吧 还不要 朕为你准备的几道江南小餐 可愿意朕 一道去品尝品尝 臣妾当然愿意 哈哈哈 好了 反转结束 你不玩了 之前你删掉了张语的暗线人设 不过今天多谢你的帮忙 才让他恢复了男儿身 这大爽剧啊 我已经太厉害了 带小姐 你先别急 咱们先示弱 等之后想到对策再翻盘 这位 都是演员 你不至于感情杀绝吧 我只是想拿回自己的角色 从来没想过要杀你 这一集也快结束了 江同管 江同理 刚刚谢谢你替我结尾 你留意着点自己的小命 别太做 不过 你刚刚为什么突然地吻我 该不会是 不知不觉中已经对我 产生爱意了 你想太多了 你 回首是你 理落永安为一 等你 恭喜姜彭琳 摆脱太阶身份 恭喜徐思妍 结后重生 干杯 干杯 是这样啊 原本的剧情 使林妃怀孕了 蓝贵妃陷害林妃 一招离猫换太子 让林妃生下了妖孕 最后林妃被打入冷宫 欲欲寡欢 不久就允了命 现在剧情对调 那林妃很可能 对蓝贵妃下手啊 没错 所以你一定要 保护好蓝贵妃 毕竟她现在是你的靠尘 而且要小心戴妖 你希望以前 她都跟我失落了 应该不会再整出 什么妖恶子了 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我们都不知道 戴妖是怎么穿的 要小心 再来一杯 拿酒去 拿酒去 娘娘 这是您唯一的机会了 机会 本宫也曾给过你机会 可你呢 抓不住啊 本宫这里 现在变得如冷宫一般了 娘娘身的美丽 断不会被皇上遗忘 你可知 皇上有一个多月 没有来过本宫这里了 上次你让我在 芋花园里邂逅蓝贵妃 花中的设香 不但没有让 蓝贵妃的泰儿滑落 反而影响了 本宫的身子 御医说我至少 一年都不可遇袭 设香并不全无用处 蓝贵妃的胎儿 等不到左约 今夜便会缠起 你到底是谁的人 自然是娘娘的人 如果蓝贵妃生下孩儿 便会是皇上登记以来 第一个孩子 如若是男胎 皇上便会赐予东宫 本宫日后 就算身上十个八个 也无用了 娘娘欧要沮丧 生不生得下来 还要看老天呢 是啊 你都说了要靠天 可我怎么觉得这个老天 都站在他那边 本宫就是一戏子出生 皇上垂涯的时候 赐了官爵 给了家中唯一的弟弟 此外便无根基 以前皇上的宠爱 恐怕也就烟消云散了 娘娘莫慌 农婢有一翻身妙计 都这个时候了 还能翻身 娘娘听说过 黎猫换太子吗 这不是小说话本里的故事吗 谁会当真 娘娘可否还记得 蓝贵妃是如何上位的 除了徐薇薇帮她的改造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青天见的老太监曾说 蓝贵妃有贵人云 自那以后 皇上夜夜留宿蓝贵妃宫中 您说 皇上会不会当真呢 你是说 路黎猫换走蓝贵妃的孩子 蓝贵妃今夜产子 上空局必定会派宫女 送去生产所需要的名簿 见识我固入其中 将蓝贵妃的孩子偷出来 我来吧 可是皇上派了江羽 日夜守在蓝贵妃的宫庆 谁能换掉孩子 有一人文武双全 且是江羽的手下 定能神不知鬼不觉 在偷走孩子 何人 林妃娘娘的弟弟 林林峰大人 林林峰 今夜帅里兄弟们好好守护月楼 千万不能生疏事端 清兵 你俩去那边 林 莫姆 怕是要坏事啊 放心吧 我会从头到尾守着娘娘 莫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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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一个百年老身吧 你娘娘 我母亲 好好好 这个我懂 人生母亲 怎么都跪在地上 姐姐呢 娘娘她 摸索什么 快说 娘娘她 像那一只林猫 你胡说些什么 人怎么可能生出猫来 真的是一只狸猫 快带我去看看 妹妹来了 姐姐 这刁鸣说姐姐生了一只猫出来 我正要杀了她 这宫中怎会有如此荒谬之事 算了吧 难道姐姐真的 这青天间的老太监们 这是年老不中用了呀 还说什么 姐姐会为我朝 淡下举足轻重的皇子 有助于我朝运势 可姐姐呢 怀胎近十月都没能生出一只铃儿来 却生出了一只猫 敢问皇上会如何处置青天间 又会如何处置姐姐和姐姐生的那只猫啊 有没有 有没有 娘娘 兰妃娘娘陪伴圣驾五年 今日有幸的陛下诞下灵儿 却不曾想有人从中作梗 寓意一只灵猫害娘娘与皇子姓名 今日多亏有灵护尾 才使娘娘不被人惯以妖念之面 家姐一时糊涂请徐先生人的求情 从宽处里 将今日所有与李某有关之缘 统统拉去乱泽缸 活脉 姜唐领 算了吧 本宫刚刚与华尔团聚 就当为华尔祭福了 娘娘认识 但有幸恨娘娘之人最不可舍 陈 否则有愧于皇上 带走 罢了 别人他才出现在我面前 你要到哪儿去 你要杀了我吗 你知道今天晚上因为你有多少人要扫命 包括我的家姐 你要我怎么放过你 林飞娘娘求我帮她的 这也的确是她翻身的唯一机会了 你莫要我听说家姐 她根本就不是正名夺利之人 我看出来了 你要想杀我 你早就动手 你到底要怎样 你真的不帮我 你这是条不归路 那又怎样 人不畏计 天诛地面 你就不都放过她了 放过她 那谁在放过我呢 林飞 你知道吗 你原本应该跟我在一起了 真告犯不起 米伦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从最后 一别两顿 再五颿 嗯 哈哈哈 初成我出来了 初成 主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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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想清楚了嗎 啊 沒什麼想不想清楚我就想做演員 不珍惜的東西 打拼了大半輩的接下來載著 還不如你一個機子 銀波的用戶 暫時 孟孟孟孟呢 喂 爸 女兒啊 你把換開子之後 藍貴妃為什麼不向皇上告狀呢 哎爸我還有幾事先挂啊 這是演員不是戲子他是有區別的 還不都是娛樂大宗 您不能這麼說 那娛樂大宗船是一個很小的 你就跟我說 你去不去公司 差不多這個總經理 我急什麼呀 這本男人最可惡了 我生不想的來不說一句的做 找男朋友千萬別找真人 我要說什麼 幾乎對 我不去 您別逼我了 把手機還我 從今以後 你不准跟任何你再有 你 好的 男人就是靠不住 關鍵時刻還得靠不住 好 關鍵時刻又找你麻煩了 沒有啊 今日都沒有見到他 上公局事情太多 讓你老老了 沒有 今天人都很清醒 你看起來很累 嗯 總有一些人 你還是在累 哎怎麼還上手暗仗了 不如江宇是指騙人嗎 這麼清靜 你知道我最討厭吃什麼嗎 最討厭吃泡麵 泡麵是合物嗎 我一點也不想吃泡麵 好想吃水煮魚哦 水煮魚辛辣 還是清淡點好 辛辣還是吃清淡點好 太監就是太監 你吃過我做水煮魚嗎 你懂什麼 楚城煮的水煮魚我自自都光看 別說 這小子煮水煮魚那真是有意思 辣椒和花椒的配比搭配的剛剛好 辣兒不欣麻雀不撓 要是他進了一扇房 一定可以成為宮中的第一大王 那能跟你開玩笑 我做 不對 他不會把我當廚子了吧 你 還是太勞累了 沒有聯繫嗎 你怎麼還不聯繫我呀 哎不是姜宇這小家搞什麼 惡意不壞時常 沒有危機還親 行 我一定要去找薇薇 不是我嫉妒江宇 我怎麼可能會嫉妒他 薇薇要是沒有我的幫助 他肯定也不好 哎李哥 哎我廁所堵了 但是我現在肚子好疼了 我能不能去找別的衛生間啊 李哥 哎李哥 我老李啊 你有沒有什麼能讓人通畅一點的東西啊 少爷你还让手机还我吧 我劝你别再找什么花样了 哎呦没有耍什么花样 你等一会我出来都还你了 上次我怎么还催呢 少爷您快点吧 知道了知道了 手机也太卡了 刷个视频也刷不明了 是这儿了吧 绑架 被绑到北市最贵的豪宅 雪宅 出了成 小姐您是 姜云你不可以进去的 你给我出来啊 我告诉你的是吧 姜云老师接你回学校呀 对于是你是 我的学生逃课了 我来接他回学校呀 这个孩子吧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的呀 你的学生是不可能来我们这的 我们的私人住宅非情侮辱的 你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富贵路63号呀 不是人呀 哎呀错了错了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打扰了 请你离开吧啊 哈 回来 那个嗯 所以你就是首富吧 哎 就是老爷子 老年赚点小钱 那你这是那种传说中的 不想继承家业 只想看演员的 和你少爷 什么看多了 拜拜嗯 有执念吗 我都被人封杀了 明天靠着板砖才能演戏 觉得我没有执念吗 对啊 人就是需要有执念 合得才顾不了 干杯 对 就是 对 不对啊 上一期你跟教育有什么情况 感情升级了 没有啊 上一期全是水系 没有危机怎么升级 那他凭什么轻点 我就是被我的美貌折服 爱上我了 他是个太监 真的已经不上 你在吃醋 我就是不爽美机套轻点 谢谢给你 我的备用手机 我在上面装了关联的APP 跟我的手机绑定的 不然以后你跑到哪里去 我都能找到你 吃饭 吃饭 放轻松啊 还有实际就结束了 咱俩可千万不能滥为了 现在是我 演员 专业呢 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场戏 谁将有幸与本影后 打第一场戏 是谁 是谁 哎呦来了老弟 什么 还矜持起来了 今天没事做吗 嗯 你的手 怎么没事 这怎么回事 别管 她的手 为什么有一种要消失的感觉 不会是我造成的吧 这里是剧情世界 我改了戏 对江雨造成了影响 戏里的我受伤会影响外界的我 但她是剧中人物 应该不会影响到说成 只会影响到她自己 她不会在剧情世界中慢慢消失吧 开始找活儿 开始找活儿 你先自归 你过了行不行啊 再决定 再决定 你先自归 你过了行不行啊 你先自归 不練手 哦 嗯 哎 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 我是先知吧 哎別走啊 這孩子怎麼不信呢 你自己看你跟我還有沒有了 不想聽你胡說八道 本先知算得 今日正是你完成使命的時候 而使命正是與你相連的命運 聽不懂是吧 解釋一下 這是你的胳膊 我為何要跟著你行事啊 還如此鬼祟 你懂什麼 找密集不鬼鬼祟祟 怎麼能叫找密集嗎 無影腳 對啊 沒手了就練起來 我住了這麼久 怎麼不找密集 我們找這些密集是要做什麼 看給你的手 都說了我是先知了 要不是我帶著鬼鬼祟祟祟的你找到這些密集 你現在半個身子都沒了 所以重點是鬼鬼祟祟還是密集 重點是這個過程 重點是這個過程 都說了我是先知 所以提前告訴你 命運當中要尋找武林一集的事情 所以你必須完成這些人設才能留在這個世界 那這些 無影腳 自刷中心還有 這個是什麼 那行啊 你不選擺 這些都是真的不令密集嗎 你這是在知一先知 你覺得 我像不像個英雄 小的時候我就把自己打扮成孫悟空的樣子 到處去尋找除暴安良的機會 直到有一天 我終於等到了那個機會 碰見了一個小男孩 他弱爆了 太慫了 被人打都不敢還手 我就知道當英雄的機會來了 然後啊 我就把那些小孩全部都打破了 我就告訴那個小男孩 我說我是蓋世英雄 然後他是特別崇拜我 我就收了他做我的小弟 那會我就感覺 自己特別想 自己特別想 小的時候我就把自己打扮成孫悟空的樣子 七天大勝 但是這些人的馬又當不了七天大勝 我就想 那我就演呗 演員可以啊 其實 當英雄就是 保護自己想保護的人 那我是你想保護的人嗎 啊 那個時 時常還不夠等 等會再請啊 好 大小姐 大吉利的 姓什麼利啊 你不是得獎編句嗎 殺死一個反派都不會寫 你講買來的吧 對不起 沒有 你得相信全權 姓什麼呀 全是騙子 燒反派不會寫 我CP都寫沒了 一點兒又沒有 要給我們解決了吧 我哪受過這種委屈啊 我們在想辦法 等一下 目前藍妃勝利了 林妃失敗了 看似毫無勝算 但是兩妃爭鬥的戲份 並不會影響主席劇情的推進 被狄貓患太子的是林妃的孩子 林妃被打入冷宫 不堪受勇 撞死在冷宫 溫子璇失去了他最大的保護傘 而且在此之前 溫子璇已經知道了 殺死自己姐姐的仇人 但是皇帝的弟弟索隆 他必須找到一個更強大的靠宅 來幫自己復仇 所以他回到了上宮去 用這些經濟的秘方 研製到了一個 可以逆到所有男人的香粉 通過這個香粉 他迷住了皇上 成為了皇帝的妃子 並且利用皇上 幫他殺死了那個玉佩的主人 也就是殺你姐姐的仇人索隆 所以你看 你們之前的失敗 並沒有影響主線劇情的發展 目前最重要 是你要抽到一個香粉 看來這時常也不是那麼好水 還是再等等吧 大膽竟敢打擾香菲娘娘少花 這不是上宮局的徐四言嗎 他上位了怎麼回事 薇薇啊 也只有你才能把我的戲帶出彩 戲要慢慢演 觀眾才能看得過你 如今我們楊娘可是皇上最寵愛的妃子 可不是你們上宮局的姐妹 見了娘娘該有的禮數絕不能少 否則就不是IPS那麼簡單 我沒事 我才不怕他呢 看我接下來怎麼弄他 如今雯子選歸越妃子 恐怕會對你更加不利 但是沒關係 我說過 我會一直保護你 你怎麼保護我 你不也那個人貴嗎 我發現 只要你遇到危險 我吻你一下 別會化險為疑 花瓣 浪漫的BGM 又要水時常了嗎 沒什麼能聽到的自己的心跳 這怎麼越來越近 什麼啊主張 還你呢 你閉眼了 什麼 這親你閉眼了 這個在劇情世界中代表女主角 愛上了男主角 你怎麼有心思想這些啊 我都是為了氣 而且現在大佬起我頭上了 他再不不知道怎麼整我呢 你生氣了 不要 我我下次注意 絕對不這樣嗎 真的 你知道嗎 你們將於講的那個故事裡面 那個弄弄的小男孩 是我 我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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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把他弄弄大碰了 以後我知道你 我困難你就喊 我喊什麼呀 你就喊大聲救我 我自毀出息 真的是你啊 你吃什麼長這麼高個啊 吃什麼長這麼高個 我吃化肥也長大的 你知道嗎 那會你不是讓我遇到危險 喊大聲嗎 我真喊了 真喊了啊 結果沒人應我倒是可丟人了 你真喊了 我真喊了 我在大街上喊大聲大聲 特別丟人你知道嗎 你人呢 搬家了搬家了 你知道我找了多久嗎 生氣 你別生氣你真找我 你看你現在 你多好呀 要不是有你幫我我能活到十五級 而且大佬那麼強 我現在一點也不怕他 因為我還有 你 這樣你比我重要 你更重要 唉 你都不知道你不在那邊時間我 我我多難受 就很 很想念你煮的水煮魚啊 還有你給我出謀話錯啊 你給我講之前故事啊 餓不餓 嗯 想吃什麼 很容易 坐下 現在劇情呢已經到了一個中間點 什麼是中間點 就是起承上起下的作用 主角要命運急轉直下 那我們就是利用安排了 現在溫子璇呢 已經失去了林妃這個靠山 所以他爬上龍頭 利用色象 當上了妃子 現在他挑戰了陷阱 他的靠山變成了皇上了 那我再穿越進去 豈不是很危險 這個叫 他戴耀的性格 他什麼性格 呦 這不是徐四眼嗎 還有雅興出來逛街 你晚上可是跟我一起演戲的 你可別演不好 辜負了我對你的期望了 是啊 買完東西還要回去準備戲 我向戴小姐 有人提醒台詞 我有團隊 你們有嗎 他那麼喜歡學我 去演個日子都好過吧 這才破了 你沒牽住了 再破也是我自己證的 不像有人伸手要來的那麼輕鬆 確實不容易啊 還要養一個小小姐太監 那我可以 媽他我可以要打人了 算了 我現在是你們的主子 不可你們就先挪菜文記者 但小姐我也沒太出戲了 戲裡的東西 讓大家寫實 謝謝夸展 徐薇薇 你還是帶著你想著不轉行吧 一把年紀了還裝難 沒出息的 人要是沒點執念 那活得該有多不行 你還是沒點執念 我提醒你 不要張雅勿勞的 人上有人幫 人惡天在看 什麼情況 不是說風刷他了嗎 我現在馬上打電話 我車了快點 迷克馬上 喂 不是說風刷 對 迷克馬上快點 去我看好像風刷我 那也得看觀眾老一本打不打 第一次演習的心 重複這把 重複 什麼樣 放在腦裡 這累不死了 果然累不死 給氣死了 藍天鬥絕 來 今天就算是死在這 要把他強行殺掉 沒打眼睛 對不起徐思雅 你在幹什麼 這是上次欠你的飲料 我補欠了最後一筆 您是位還真是 哪有心啊 好了 我們的摘愛就此兩千了 以後你也不見我什麼了 能不能再讓我欠你一次 這樣我才有機會再見到你 一般來說欠錢的才是答應 像我這種債主能被如此尊重 這種分擔長的只能活在劇情 出去還不得被扣死 幹什麼小姐 幾點了八點二十五了 過了半個小時還沒進去 瑤瑤 你先接會兒 你倆趕緊忙去 是 什麼時候能修好 瑤瑤別著急啊 再等會兒 還不急 幾點了這集到結束了 我不記住怎麼殺他 瑤瑤你為什麼非得殺了他呢 人家現在是這部戲的核心 而且觀眾都挺喜歡他的 各個光這部戲火了 收視率這麼高 討論度這麼大 對他們以後的戲都是有好處的 你腦子裡只有錢是嗎 所以我現在成了惡毒女配 這黑紅也是紅嗎 多少演員演了多少戲 觀眾連她們的臉都記不住 而你呢 一部戲就獲得了這麼大的魁力 你怎麼就不明白 那你之前給我立的小白話人設呢 我花了那麼長時間 把自己掰成甜妹 我裝得又累死了 你知不知道我為你做了多少戲 多少男人 人設這種東西嘛 總是可以變的嘛 樹挪死 人挪活 做人總是要靈活一點嘛 再說了 您不是要當影后的嗎 好人又怎麼樣 壞人又怎麼樣 觀眾在意的是您的戲演的 精不精彩好不好 現在最主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找一個合理的理由 把徐維維這個角色給弄死 並且把你溫子璇的惡女人生 發揮到極致 現在的觀眾 都喜歡一心搞事業的惡人 而他徐維維整天黑的死態點 糾纏不清 誰會喜歡一個戀愛腦呢 做女人一定要搞事業 搞事業 我承認 之前是我太保守了 不過這才叫大起大亂 戲劇衝突 好了 別碰我 好嗎 必須找太陽說清楚 要讓大家一起殺青 讓大家一起好演 大陽今天我們就說清楚 徐思彥說清楚什麼 不要擺出一副新興作態的樣子 現在開始裝起柔弱了 你平時那股銷上的氣焰呢 不像你大陽風格 可是 我從來就不是要跟你強女主角 我就是想把戲演好對得起觀眾 你一再次欺負我 今天我不會再讓人 二選一吧 要我們一起死 要我們一起活 八蛋徐思彥 竟敢跟相片兩點不見 聽不懂給我擠開 徐思彥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強女主角归合一 為什麼要死要活的 還演起戲了 行 那我們今天就說清楚 你演你的我演我的 過不干涉 我沒有演啊 大家都是從上宮去出來的姐妹 我不知何處得罪了徐思彥 並思彥如此神器 若若我有什麼逗得不妥的地方 還忘思彥民視 畢竟都是姐妹 不要因為小事傷了何氣 這是 沒穿進來 不是代優 娘娘出座 我被認錯人了 忘娘娘責罰 徐思彥快請起 都是姐妹 我也是剛得皇上垂臉 對後宮事務還有諸多不懂 徐思彥是宮裡的老人了 還忘多加指教 任娘娘拆遣 徐思彥 徐思彥 老江啊 剛才看到你跟我子媳吵架了 還沒有為難你辦 沒有啊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是蘭貴妃娘娘讓我請你的 三日後是太后的生辰 各路嫔妃都會想盡辦法 討好太后娘娘 蘭貴妃需要你給她出謀話策 包在我身上 另外需要提醒你 生辰的主辦人 是溫子璇 還沒修好嗎 快快快點代表姐 馬上救好 一群廢物 那個NPC跟個白痴有什麼區別 是 醜死了 我再不一群廢了 是是是 走下了 跟你姐姐有關的那塊玉佩 不是林林峰的 而是屬於她的主子 也是皇上的親弟弟索隆的 大小姐 接下來看您發揮了 你姐姐那麼美 有些可惜 當初如果從了我 就不會死在我的刀下 你比她更漂亮 不要拍手 接下來聽我說 在原劇情中 索隆殺死了你姐姐 但她現在是你強大的隊友 你要摒弃仇恨 接納她為你所有 姐姐目光短淺 自是紅顏薄銀 啊 說說看 我要當皇后 一個剛入宮的妃子 妄子尊大 如今皇上剛禮王后 你要如何上位 嫁給一個新皇 誰 你是在挑撥我跟皇上的關係 王爺打下了半壁江山 繼承大頭乃是眾望所歸 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 我只是想依附於一個 更厲害的人 我只是想依附於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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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人太可怕了 不過 你相非提議仇辦的壽宴 寧可滿意啊 哀家甚是滿意 龍弟啊 辦事會場 今日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天倫之樂了 龍弟啊 念在你樹邊有功 朕 同意你今後 帶刀入宮 謝皇兄 看來戴瑶上線了 那這場宴會不會那麼簡單了 今日 是母后的甲子二年 還要準備銀石一手 還請母后啊 劍賞 馬兒琴 啊 梨花月落 金滿樓 夾子二年 母后寿 其作一堂祝賀酒 今朝萬歲 作九州 哈哈哈哈 戴小姐 問皇上 詩詞的意思 皇上 恕臣妾愚昧 皇上方才所作的詩為何意 臣妾只懂了大概卻不知其身意 你妹子就是沒謀話 連手口水詩都不懂 姐姐不懂 就是學識淺薄才深得地心 這大概的意思啊 就是在這梨花月落的金色皇宮之下 甲子二年 是母后的生年 今日大家騎坐一堂喝著祝賀酒 這朝廷在九州啊 還能坐上他萬年 哈哈哈哈 皇上 文采北然 哈哈哈哈 甲子二年 乃牧一年 臣妾記的 今天見曾向太后娘娘說過 與紅色奮衝 貴妃娘娘今日身逐紅色出席 是不是不太吉利啊 甲子二年 乃牧一年 臣妾記的 今天見曾說過 太后娘娘 今年與紅色奮衝 貴妃娘娘今天穿的紅色 是不是不太吉利啊 你的故意穿的紅色嗎 紅色 皇上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覺得今日大喜的日子 所以灼紅色 罷了 蘭貴妃也不知道 就算了吧 起來吧 謝太后 那貴妃娘娘頭上的簪子做何解釋 火山壺书五 太后娘娘的命卻是精命 貴妃娘娘是想用頭上的火山壺簪子 容納太后娘娘的精嗎 完了 他的目的不是來貴妃 是狗子唯唯 大膽 儘管在母后的寿宴上有此不理 不要仗著你生了皇子就敢肆意妄匪 皇上 臣妾不敢臣妾怨皇上 大小姐 接下來就看您自我發揮 皇上 貴妃娘娘的確冤 上公局的宮女都是分配制度 貴妃娘娘的吃穿用度 都是徐思妍親自負責的 皇上要怪也怪不得貴妃娘娘呢 大大奴婢 這是何用意啊 竟敢陷害貴妃娘娘 又是死草 大奴婢真狠的你 這回真的死定了毫無勝算啊 切翻個隊 這回怕是要真的看我 我先跑 來了 把這個劍兵給我砍了 皇上 皇上 威威是色盲 她不分紅綠的 我什麼時候成色盲了 色盲也得給我砍 皇上饒了威威吧 要砍先砍我 我犯的錯比她大 我禮貌換太子 先害藍貴妃 自爆了 藍貴妃可以理解 靈妃是怎麼的 走 把這個劍兵給我砍了 甲子你來 男性屬梨卦 女性屬坤卦 太后娘娘為千歲屬坤卦 江妃娘娘錯將坤卦裹成梨卦 西四命變成東四命 所以太后娘娘 冲的不是紅色 而是綠色 好啊 哈哈哈哈 林四命竟然也來求情 什麼 把所有人都給我砍了 一個不能 皇帝 你今天太失態了 今天到此為止吧 哀家累了 哀家想回去休息了 母后 還無理 你跟哀家 回功好行就成了 母后 聽我解釋 聽我解釋 林峰 我會幫你想起你的決策 游戲才剛剛開始 好戲還在後口 戲 要慢慢 謝謝學士堅 為我爆炸勝負 你舍命救我 都不知道我怎麼感謝你 你救了我的姐姐 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 不過皇上今天的作物 確實不怪 像是被嚇了鼓一樣 是他 你這批 什麼批 溫子璇 沒被姑娘說話 果然高誰莫測 我忘了劇情世界中 我改編了溫子璇的戲份 本意是林林峰 和溫子璇敬禮 而被我搶了些 所以她是因為喜歡上我 才幫我操刀 姑娘手真巧 畫得小時候真好看 真的嗎 他們都說很醜啊 怎麼會 很靈動啊 可以啊 你給我示範一下這個 是 你看這個像不像 我就覺得很像 我跟你說啊老江 今天我差點死在溫子璇的手裡 盡快有零射 我不然 我說了 他還沒你擋得動 那徐先生 我 我也先行告辭 哦 所以 你是想讓我幫你除掉上工具的思念 沒錯 他一直等我到 不過徐薇薇的幫手眾多了 江宇還有林林峰都在這種方法 江宇的武功高深莫測 至於一個林林峰 今天試過了 不過如此 好 我蠱惑皇上 江宇出宮辦案 江宇不在 徐薇薇的幫手就只有林林峰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殺了徐薇薇呢 只有殺了他 我才有辦法 幫你登上定位 老江你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皇上派我出宮去查案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小心提醒你 有地方溫子泉結果你呢 看來你身邊已經有保護你的人了 沒有他我就死了 所以我沒有東西 徐薇薇 你當我是工具人是吧 你那個先制遊戲去找別人就玩 我不奉陪了 發什麼神經啊 我保持算了 你 怎麼這麼生氣 這麼生氣 堂找你不知道啊 喂姐啊 出戲出戲啦 我說出場啊 我又不是這個傻太賤 怎么管你这张脸 刚那小戏我看 其实焦虞挺帅的 很霸道啊 你们小姑娘我多喜欢这样的 那我给她新骨皮了 今天她差也要我胳膊拧坏了 多疼多疼你知道吗 这种时候 只有男人才能理解男人 什么叫征服女人 知道吗 嗯 我看着你这张脸 想打人 哎等会儿 装造完全不愿意啊 我这么温柔可爱又善良的 你舍得打 你不舍得 打这屁 你 你觉不觉得今天内心好奇怪啊 凌分的跳出来帮我 还有凌凌风 对 想知道为什么 习惨 因为戴瑶的剑入 已经让剧情的走向 彻底发生了变化 主角光环呢 完全遇到了你的身上 如果你就要危险 所有的配角都会蜂拥而上 去替你挡刀 我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是不死之心 戴瑶杀不掉我了 恰恰相反 你的危机不减反噪 哎 为什么 凌凌风现在的情况 已经完全符合了 言情小说里的 悲情男人技术 不是 不是在说戴瑶杀我的时候 怎么扯到男人身上 简单来说呢 就是女主已经和男主的命运想了 那搞定他呗 不能想到这么简单 以初老师多年以男人的经验来看 莫黎记的男人一定是绝世大军种 悲情小军种的人 男人需要让女主伤害他 需要他付出 需要他爱而不得 需要女主给他惹一切麻烦 让他收拾烂摊子 然后利用他 完成男女主的爱情 最后 他只想听到一句话 你是个好人 没错 你是个好人 告诉我 痛苦 最后被虐 这个就是男人送的 那不传承的有大病吗 你不懂 这属于是男儿的艺术 而且现在你已经完成了 虐男儿的第一步操作 让他复苏 你发现 男儿真是让你演的 别疼痛的 只能说是 惊艳之态 错了 嗯 那咱坐下来 不说了 来来来 演男儿我是真的转业 这个东西 它是最危险的 就是套路 怎么更危险吧 这个是剧情世界 如果你没有办法 帮助男儿 完成他的人物 糊光 那么你可能会死 如果你死了 整个剧情世界 就会崩砸 现实生活中的你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而且 戴瑶一定会利用 这个漏洞 来害你 那不行啊 这样不就毁了 怎么不信吗 你没得选 只能虐他 直到你没经验 走 拿片子 好 我 哎我跟你说 这个画面 一定要男儿痛不欲生 伤他的心 越痛越好 一定要吊着他 让他爱而不得 听我说话 让他成为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最后 让他为你而死 完成他的 毕毕 美 血 听懂了吗 经典韩剧三千套 车祸失忆 这不好 那咱们这个不是 把人往死里 长强行虐吗 我们这么对林峰 太狠了 我们 哎 别带上我 还是你 我玩不成这个人物 这个太坚确了 他都不是坚决 是 不可能 在剧情世界中 你虐他就是帮他 薇薇 记得初见 你忤逆犯杀 留我不怨 我已经杀了 但不止你用了何种方法 从苦情复活 在我毫无戒备之时 强吻与我得以脱胜 从那时起 我就对你产生了好奇 之后的见面 你以为自己的小聪明 都能骗过我 其实我只是装作被你骗过 因为你的格格不入 善良机器 不颇可爱 已经让我还热心 想要害怕你究竟要做些什么 我每次发现你问我之后 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危机 而每一次我要威胁 要杀你也都不是真心的 我只是想要你怕我 直到贵妃娘娘那次 你是真的怕了我 危机也是真的来了 想到我能够解决你的危机 我归使神差的融入魂 也许我真的相信了 你的先知鬼话 在和你相处的日子里 我就在分外行活 曾经的我独自一人 毫无牵挂 如今我每走一步都带着担心 我担心没有我的鼻孔 一热的小麻烦 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所以未未 在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 不要忍悦你的 毫无疑之前 对我回来 将语跟我表白了 原来他不是真心要杀我 也是 还要杀我 哪还轮得到带药啊 他们真的不是剧片人 虽然换受剧情作用力的影响 但他们是有自己感情的 如果我不虐灵灵风 那我就会消失 剧情世界也会崩塌 那疆雨 扎一人好过扎百人 灵风 对不住了 怎么让一个 男人爱而遇 怎么了 上学那会儿光好好学习 天天枪上了没早练 啊 这不没经验了 不好 准备 陈连消避哪家起来 你们下去吧 林侍卫 跟我还中劲内 前些日子 刚为上工局的婢女挡了刀 现在就在学乡官兵 林峰你不怕累吗 这是陈子的职责 这是我亲自看着熬了整整四个时辰的药 里面放了诸多名贵药材 对治疗伤口有奇效 谢谢小伯娘娘 人受不起 你一定要同我这样讲话吗 根据昨天的剧情分析 现在女主光环已经在学威的身上 林凌峰成为了男二号 将与被你支出工具 那么学威 你一定会争取林凌峰的保护 而你的计划 就是破坏了 根据昨天的剧情练习 现在女主光环已经在学威的身上 林凌峰成为了男二号 将与被你支出工具 那么学威 你一定会争取林凌峰的保护 而你的计划 就是破坏他们 林凤 你不会是怕这药里有毒吧 真不敢 我向来只针对徐薇薇一个人 其他人不干我事 你难道真的忘了我们的过去吗 不敢跟娘娘谈什么过去 那徐薇薇呢 你不是怕她受伤吗 你知道的 我向来和她不恐 请娘娘换过徐薇薇 看来林侍卫在意的人 还真是徐薇薇啊 都忙着点 林侍卫在意的人来了 娘娘极小 还记得这个吗 这是所龙王还赐予我的预备 怎么会 怎么 橘子颜 也认得这预备 帮林侍卫找了许久 没想到 在香菲娘娘手里 找了许久 我看是骗了许久吧 林侍卫还真是被当傻子玩呢 那要 不在这里胡说八道 敢做不敢认 你不是一直和那个江雨小太监 没来眼去的吗 怎么 林侍卫也被你吊着 娘娘请不要误明我与徐薇薇的同僚之情 就不敢造反 只是想当徐薇薇薇薇知己 但是如果有任何样的伤害讯息 我一定会站住 就像那天在夜宴一样 再找一包 娘娘走好 又跟我表白了一个正义记 爱情含量过高啊 可是男儿这么温柔还这么正直 我怎么下来去守虐他呀 观众能愿意吗 气氛到了 魏姐开虐还等什么呢 男儿情绪到了 对 对 怎么会这样 这肯定是温子群刚才那碗汤 这不是道具二次必用吗 林侍卫 刚刚怎么了 你干什么 薇薇薇薇 你感觉怎么样 林侍卫你过来说话晚了是 不好打扰我讲清雨 清雨 我家荒野中嘲笑的清雨 啊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当点人包打的时候不聊清雨 现在人醒了人不可样了 好吧 刚刚我怎么了 你刚晕倒了 二线的手 小失了对吗 是 看来剧情世界的射电 已经被触犯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可以替我保守秘密吗 你放心 我会跟人说的 对 你身体还弱 我给你煮个汤药 一定要哪儿痛苦于生 伤他的心越痛越好 我不喝 不需要你吊子吗 一定往吊着 让他按眼儿滚 我叫你出去 让他出去 听不懂吗 滚 最好 让他为你而死 完成他的 愈你为血死 啊 药我给你放在这儿了 记得喝啊 这里还有热的药 别喝了 林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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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浪漫气氛 剧情世界在逼我 他真的会因我而死吗 我刚刚不应该吼你的 对不起 好苦啊 吃个糖就不苦了 你怕死吗 怕死 人人都怕死 他又难逃一死 如果可以为了自己在乎的人死 你是值得的 刘薇薇 你怎么哭了 啊 我以后可以都叫你维迷吗 可以呀 没哭 这是眼睛才流泪吧 你有没有什么梦想想要实现 还没有实现的那种 在宫中当职 每天我就得小心翼翼 生怕给家姐带来一丝的麻烦 我是说你的 你自己的 没有完成的那种 哦 对 我自从欠你的钱之后 我好像就有梦想了 我每天都特别努力的当职 就是想赶紧还你的钱 还钱是你的梦想 林立峰 我 雄无大致的我其实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 只想平平淡淡当一个侍卫 给家姐这份陪伴和寄托 不过自从我欠了你的钱 仿佛整个世界都精彩了起来 也充实了起来 我可以没事帮宫女去售卖一点首饰物件 我可以帮太监做一点小事 一来二去 我反而跟他们也成为了朋友 我好像再也不孤单 这些都是你带给我的 所以 在最后一次还你钱的时候 我都想往再欠你 被女主坑骗 怎么从男儿的嘴里说出来 这么甜 你别相信给我洗白了 你这么单纯 我太恶毒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我明白 你是一个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的人 自从你的到来 江东人和贵妃娘娘都变得不一样了 他们好像每天都很快乐 所以 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 所以我们 你真的误会了 我们 不是一个世界的 越痛苦越好 越伤心越好 对不起 林林峰 你有没有那种特别 珍惜的东西或者是人 我要死 珍惜什么 什么我都要死 没有没有 别听我下说 我的意思是 东西 有没有什么珍视的东西 这么说 我年前加几入宫的时候 自我随行 我就被这个宫殿所珍视 所以我收集了很多木头 搭理宫殿的模型 我还没给别人看过呢 那我正好帮你品鉴品鉴 我又是上宫局的 对这些产生略有研究 好啊 那我正好帮你品鉴品鉴 我又是上宫局的 对这些陈舍略有研究 好啊 好精致啊 跟这个宫殿一模一样 做了许久呢 不过 现在还有些醋糙 不过维维 你喜欢这个模型吗 喜欢啊 你喜欢的 你 可以拿 实在对不中 我这我没拿住 都怪他 这不重要的手 怎么能怪你呢 我这 算是让他伤心了吧 不行 伤了心 又要给添草了 走 我带你去上宫局 那儿去了 我 我还是这 谁知道他就是这样 你都给我这么 主王啊你 哎呀 哎呀 这 啊 这下你一煮 让他就不满了吧 嗯 他挺聪明啊 他这个笑话 你干啥啊 你干啥 你干啥 你都都输光了 可能还有钱摆茶 就怕你输光 好了 你这也算女主上男人 一无所有了吧 希望身边的人都喜乐安康 你开心吗 我去 既然你曾经问过我怕怕死 那我今天告诉你 如果是今天这样的话 有点用法 既然上面的人都喜乐安康 喜乐安康 你的手好了 我会冒犯 这也算 女主让男人死过一回了 手好了 剧情世界应该认可 虐男人成功吧 那我不用再虐他了 我形状好了 那些浪漫剧情本来应该是我的 我真的一整机模型 徐游威利用了他的小聪明 献过了剧情世界 那么我们就再利用他的小聪明 只要模型在我们手上 除非林凌峰真的替他去死 否则他还是要消失在剧情世界 下一集 可就被咱们走了 怎么回事 又是要消失 不是行完证就行了吗 现在模型在我们手上 我们恰恰用他的小聪明反制 小聪明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我们一眼视波 现在他肯定不会主动驱虐男 但是不虐男二他就会消失 所以戴小姐 现在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确保 他不能够伤害你一波 所以我得保护任一方 可他已经不见了 他和我说的狠话 怕事情不通了 徐游威每次穿越到剧情世界 都是靠时间来接受的 而你每次被迫退出 都是因为他和江宇的街舞打点 按照这个原理 只要我们在剧情世界里除掉江宇 那就等同于他失去了穿越出来的戒指 把他棍在剧情世界里再杀掉他 你就人意多了 想我戏 想我cp 也是时候让他死到林平了吗 今天怎么样 跟着我开心吗 谢谢你 今天我很开心 还钱的事情你就不用再记管了 咱们一笔勾销 哎呀 没有还钱的事情咱们还是朋友嘛 有事随时找我 别销了别销了 虐男二之旅啊已经结束了 再虐下去 关注要气聚了 好 那我去当职了 好 好